丹尼尔森 丹尼尔森上个赛季来到 来的这一次进攻在支点的这个作用 发挥的还是不错的 快速发出来 打一脚 这个球发生了一个反弹变线 靠球 靠球 边后卫 霍加康这边上来了 埃里克自己选择带球内切 然后再向前直塞 这球有机会 弹龙 该打一脚的时候再打一脚 现在还不用 对 赵旭叶的眼射还是非常有威胁的 好 空档出来了 打门 来自于林良萌 赵明宇租界去了南京游泳 好球 看一下这球 把它融合 对 鲁尼尔 空球 正面 甩开空档 打门 好球 球进了 球进了 比赛进行到第35分钟 鲁尼尔外围远程发炮 超联赛当中也是有所斩获 对一个万元来讲 能够在第一场比赛进球 对他来讲 接下来的比赛会给他很大的信心 再看啊 因为丹尼尔森这个球跟他跟的位置比较靠上 所以当他一停一扣闪过丹尼尔森之后 他正面的这个区域就是一个比较大空的区域了 球最后是打在了董延峰的腿上 发生了一个折射 就是这一下 再看 哎呀 是不是应该改变一些踢球的方式 嗯 嗯 但当然对于亚太来讲 其实我是太了解了 就是以前亚太总是 好 这球漏过来 善欢欢 调整 打盘 有伤在身 现在还在伤于复出之后 慢慢地去找感觉 其实这个就是说 现在中国啊 对于这个思路很清晰 张玉峰大范围的长船 如鸟尔 已经是进入到了禁区 往门前给 好 外围打一脚 却打一个配合 但是没有能够成功 赵徐日 赵徐日在中路带球 向前推进 直塞球 这边是不是有机会 孙国文已经到了禁区里 调整 打远端 哎呀 很成熟了 反击打得速度很快 激情澎湃 但是最后到了射门的这一下 泥扭入海 总是感觉不太给力啊 再看啊 孙国文这个球内切调整 这篮节把这球断了下来 现在是大连队的反击 观察队友的位置 横向的转移 孙国文 内切 船中 抢到了投球 但是没有能够形成 投球功能的威胁 阿贾克斯的青年队踢球 后来是长城下泰 19年的时候 曾经把它引进 上个赛季 也曾经短暂的在福利踢 这个赛季又回归了 外卫直接的打门 接应 阿贾克 阿贾克带球冲入禁区 已经到了底线附近 直接倒地的滑铲 来自于16号同磊 这个球铲的时机选择得非常关键 但是警报还没有完全解除 卫尿尔在推进区前 蒋哲打门 今天蒋哲的这个社门欲望 非常的强烈 休养之后 山黄黄今天回归其实就是成功 对 能够再重新的回到球场上 只在一球 卫尿尔 这球再次踩过来 有机会打门 再撞 球进了 这个球一瞬间极起挤落 会让很多球迷的心里先一挤 然后再送 然后再一挤 一旦出现了失误被对方打出反击 后防线上可能就会很危险 这个球就是孙国文和赵旭日 两个人的传递 结果直接在中场的这个位置 被反断了 接下来前场 如尼奥尔 这一下传的还是非常的无私的 把球交给了埃里克 埃里克的打门 被及时倒地的张冲 给挡了一下 但是这个球很幸运的是 又砸到了埃里克的身上 在反弹 还有一个小弧线掉下的球啊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对于中国足球来讲 外园还是 太队的整个防线呢 退的比较靠后 基本上把自己的防守球员 都缩在了进区里 长传球 直接去找如尿尔 如尿尔这边一对二 经营的球员一时半会儿 可能还难上来 自己选择打门了 16号蒋哲来助罚 这球直接打到门前 路点并不算太好 外围再补一脚远射 又是丹尼尔森 丹尼尔森抢在门匠之前 把这球捕坏出来 埃里克 长传球 再往进区里改 什么是经验 投球 投球攻门 这球也是很悬 非常非常的开心啊 大连队的小球 有机会 看看这小球怎么打 两个人抢到了一块啊 互相对 这种失误啊 真是太无畏了 又把球权交给对手 二别人领先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去踢 真是 李霜中间给 孙过文 孙伯子直塞球 这球有了 哎呀 孙过文啊 他这思想啊 真的跟不上外援的这种思维 好球 都上眼了 所以说这个赛程 也是给了亚太 很多喘息的时间 来去给他 给他更多的适应的过程 真正通过这个几轮的比赛 进入到这个联赛的 这个节奏当中 然后这球棒棒跳跳 是打在了防守球员的手臂上 这个球的进攻过程当中 还是得到了体现 再看啊 先是以开对方的防守球员 然后以一对二形成了传球 这个球是打在了孙杰的手臂上 那这个是不被判定球的 但是从刚才的这个慢动作看 你看他有一个位移 然后还有一个抬手 这样的动作 但其实这个 其实对于我 我才站在我的角度我去看 其实并不怪孙杰 而是怪三阳球正常出来呢 对不对 哇 丹尼尔森来主罚这个点球 大连队今天这场比赛 如果打分的话 丹尼尔森肯定是全队的最高分 对 就哪怕这个点球 他罚不进去 他也应该是全队的最高分 对 现在他还有机会 能够帮助球队打进一球 助跑 打门 球进了 92分钟 大连队也打进了 他们这个赛季 在中超联赛当中的首例进行 下半时比分落后的情况下 大连队的进攻速度 也并没有能够更好地打出来 但是丹尼尔森 却还是在所有的球员当中 要踢得更加的努力积极的 对 也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独秒阶段 比赛结束了 四分钟伤情